大家好,我是超人行销公司的执行长董正龙 在这一则影片当中呢,要很快跟你分享韩国瑜的十大政见 还有政治行销呢,跟传统的行销理论呢 有什么相似之处 以及最后我提出来所谓政治呢 你在行销你的政见的时候呢 行销上有三大层次 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很快的扫过韩国瑜的十大政见 还有发表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 好,那我这边付诸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讲错或需要补充的地方 再麻烦你在这一则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所以第一个呢,韩国瑜的政见是 落实中英文双语教育 打造高雄新世代与世界无缝接轨 这个我是百分之百赞同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学了十几年英文 那我现在呢,在我网络行销专业呢 就是透过呢,我英文上面的专场 可以直接呢,第一时间去 去吸收国外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才在这个业界呢 就是创造出一些差异化 所以呢,我非常支持 那我的小孩呢,我自己也是从小啊 他还是婴儿,我就尽量教他讲英文 OK,所以呢,我基本上是很认同 学校教中英文就好,母语我们自己 自己家里自己教就可以了 然后证件二呢,是领导招商 影子小组,市场亲自担任小组长 然后全力呢,争取外商投资高雄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外商不愿意投资高雄 那一切都没得讲了 那大家都跑去投资其他地方去 那高雄就不可能经济反动起来 第三呢,是推动南南合作 这里的南南合作应该是指呢 高雄是在南部嘛 跟一些南部的国家 例如说越南啊,菲律宾那边 甚至中国大陆呢 来合作 然后争取呢,漁农储 工业 然后科技产品外销的订单 打入大陆南方及东南亚市场 所以这个南应该也是东南亚 东南亚的市场 这个当然是非常正确的策略 就是你与其去跟你周遭的国家 是一种竞争的态度 然后那不如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赚大家钱嘛 赚钱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同意的 它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韩国瑜的基本理念就是 赚钱是大于政党倾向政治理念的 就是把我们大家整合起来 那这件事是呢 发展旅游产业链 然后推动医疗美容爱情产业 然后地方特色旅游 让高雄成为好吃好玩浪漫的 观光圣地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像我其实我家离爱河啊 骑摩托车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那爱河那个地方啊 其实只有在很少数的节日会在附近啊 举办一些可以让人家旅游的地方 那其实爱河本身那条河呢 也不是非常的干净 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的整顿一下 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会愿意来来高雄玩 特别是 特别是那个 这个是浪漫的 如果爱河能够再重新回到那种浪漫的感觉 那还真的不错 然后包含还有什么地方特色旅游啊 像我们的六合夜市 其实真的很惨 我自己住高雄我都不去六合夜市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六合夜市是坑外国人的钱 就跟墾丁是骗不知道的人的钱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地方如果好好加强的话 高雄是很有机会的 那政见五呢 就是南海科技首都升级高软园区 应该高软应该高雄软体 科学园区 然后整合呢 港都空海优势 港都应该是指我们旗津那一代 它有空中跟海中 那个高雄港 曾经是好像是台湾第一大港嘛 然后提升高科技的产业发展 往这个方向呢 这个未来走呢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高雄嘛 软体科技园区嘛 打造让更多的一些软实力 OK 然后能够在高雄这边生根 那政见六呢 是优化整体高雄交通网路 然后改善转程接驳 这里的意思是我之前听过韩国瑜先生讲过 他呢就是说为什么高雄的捷运程局花很多钱盖之后 高雄人几乎都不搭捷运 事实上说对了 我在高雄一台摩托车 就OK了 对那捷运真的没有台北那么方便 那韩国瑜先生说呢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因为你下捷运站之后 那个接驳的便利性不够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搭捷运 然后我 然后呢我下了捷运站之后 我还要搭计程车 那我从捷运里面省下的钱 全部都付给计程车司机了嘛 这样子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再加强呢 推动路瓶专案 因为高雄的地呢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地烂吗 还是怎样 像我们家附近 在武林大楼 长谷世贸大楼附近 最近又铺平了 非常好 但是呢是久久几年铺一次 然后那为什么路铺了 然后过一阵子又烂掉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就还蛮常在看 在铺地的 应该可以试试看那个科P 在台北 之前实验过的那种 可以吸大水的那种 很特殊的那种铺地的方式 好 然后第七呢 这个跟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比较有关 像校园毒品宣战 及校区社区景区餐区的力量 联合防治毒品的问题 让校园毒品一扫而扣 这边呢 我就要说到我在2011年到2014年之间 其实我曾经有一年 常在高雄的各个学校 基本上好几十所 好几十所学校都在校园里面演讲 反读的演讲 那当然我是跟工艺单位一起去的 那在毒品的防治上面 我总共大概提供了至少两百厂以上 在高雄这一带的演讲 所以呢 我们非常的清楚呢 毒品啊 现在警区社区校区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也曾经去社区去演讲 然后呢 曾经呢 去警察局举办的活动 然后帮警察带打演讲 警察不会讲 交给我来讲 然后呢 还有校园 那但是最最最重要的要宣战呢 我们的经验很简单 就是预防剩余治疗 那所以呢 把正确的毒品防治的知识呢 带到校园社区 这些警区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证件八呢 是成立青年局 催生青年创业基金 解决青年就业 就学创业 以及住宅问题 吸引北漂青年返乡服务 对 这个就是增加那个 北漂青年可以 回来 就是创业嘛 对 当然如果你可以真的 鼓励 更多年轻人在高雄 就读 像高雄以前 我是屏東人 高雄以前 我的第一志愿 就是中山大学 然后后来呢 越来越多新的学校嘛 高雄大学啊 那是在我以前没有的 然后一手大学 也在高雄区 还蛮有名的 然后呢 这些如果能够 把它吸引回来 就地就在高雄 读大学 然后高雄再多一些 不错的大学 那当然呢 大家就会在高雄念书嘛 就自然而然就在高雄 就业跟创业 那创业的部分呢 好像也有 这个青年创业的基金 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想办法提供的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 从学生时代 就业 让大家呢 就认同高雄的大学呢 也不差 那愿意来高雄 就直接继续就学 我觉得这是根本啦 只要学生 大学生愿意来高雄 继续求学 甚至外地的人 也愿意来高雄这边念书 那就那本质上 他们就会留下来就业跟创业了 后面就有了 好 那政见九呢 是推行世代共好政策 发展托育扶老的照顾产业 解决育儿养老的问题 这边呢 我有听过韩国瑜先生本人 去做一点点的解释 就是因为高雄很多老人家嘛 那也有很多小孩 那青少年大部分不在 那怎么办 那韩国瑜先生有提出一个 还蛮有创意的解决之道 他说 我们的政府来配对嘛 就是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没有 平常很孤独嘛 没有人陪 那呢 如果他有房子 但是他有房子 然后我们把它出租给呢 一些青少年 或来高雄工作的这些人 然后这样子搭配 这样子呢 老人家呢 就有青年可以跟他陪 聊聊天这样子 啊青年呢 也有更便宜 因为是由政府主导 所以呢 他又有更便宜的房租呢 那托育的话 当然也非常重要 我高雄 我为什么会把我的户籍 从屏东牵到高雄 因为我要 我要抽那个公立的幼儿育 我第一次抽来 真的没抽到 如果这方面 如果再加强一下呢 开放更多的名额呢 那当然会有更多人愿意 在高雄呢 多生一点 然后 然后直接就在高雄了 然后念那个 公立的幼儿园 真的差很多 公立幼儿园的学费 学费是减免的 大概少了六千块 大概 像我女儿最近去念的 大概一学期只要缴一万一千块 我觉得 跟其他势力幼儿园 比起来是便宜非常多 好 镇件石呢 是改善空污 这个是一定要的 然后水质监督 然后蓝莓品质 优化水质 然后还给市民干净的 饮用水跟天空 尤其是我最近听到 怎么说我们台湾的自来水 有百分之多少 然后都有一些微型的 那个塑胶物 我们整天去买的 那个外面的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水啊 买的饮用水 那个也都是大部分来自于 自来水你知道吗 像我们家附近 你想说加一桶水 二十公升 怎么才十块钱 我们高雄这边十块钱就有 然后呢 我仔细去看他的水原地啊 就在三明区某个家 就在我们家附近 然后呢 是自来水 我家说就是有个人 拿了他们家的自来水 然后呢 再拿一个大桶子 来给他进化一下 然后就拿来卖给我们 二十公升 十块钱 这个部分呢 如果能够再加强一下 让我们 我那时候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真的是 心都软一半了 我还以为我们喝到水 超级干净的 对啊 但是实际上呢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干净 还不如呢 研发那种呢 家家户户呢 都很便宜 然后可以直接 就把那个自来水 然后就直接就过滤 然后就可以喝的那种仪器 卖给我们市民 这样子我们就会非常方便 加水战也不会到处 到处都是 然后恶心竞争这样子 好 那证件讲完了 所以 如果呢 你对这些证件有什么想法 或有什么补充 再麻烦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 那这边呢 我们要切道来讲 政治上的行销 跟行销理论的相似处 那这个呢 是其实国外呢 他们有一份研究 就是发现了政治 政治的选举啊 在某种层次上 跟商业界的行销理论 其实很相似的 你可以看到 我找到一张图表 像一般的行销理论呢 就是分为这几个嘛 就是市场 它市场在哪 行销的话就是顾客嘛 还有市场占有率最重要 那呢 在政治的行销里面 最重要是什么 支持的选民嘛 对 然后得票率嘛 对不对 民调嘛 那消费者的行为呢 就是一般的行销理论 当然是需要 获得忠诚的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嘛 就首客嘛 那呢 政治的行销 当然就是呢 像韩国瑜先生讲的 在网路上支持他 他称为义勇军啊 就是支持他的 那些热血的青年 热血的那个义勇军这样子 那市场目标呢 就是行销理论 当然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需要什么 哪里就有市场 我们就提供什么 那呢 在政治上何尝不是这样子 整个市民需要什么 那你就要提出你的证件 来满足这个选民的需求 那组织的目的呢 就是行销理论 当然是要打败竞争对手 那在政治的行销里面 当然是要打败其他的候选人 那决策者呢 关键是消费者 消费者决定到底要不要买单 要不要买你这个商品 那在政治上呢 关键呢 当然就是要选民 选民愿意 愿不愿意投票给你 那你可以用的媒体呢 在传统的行销里面 就是打网路广告 实体广告 或者是举办一些促销活动 等等的 那如果是在政治上呢 的行销广告方式呢 就是造势 或者是去拉票 等等的 所以其实呢 在某种层次上啊 政治行销跟传统的行销是非常非常像的 我希望跟大家补充这一点 所以呢 韩国瑜先生 告诉他自己说 定位他自己叫西欧市长是很对的 因为呢 他其实他就已经看到了 我们传统的行销理论 其实是可以用在 政治上的 这个理论还很新 你可能从来没听过 我也是最近研究才发现的 那就像呢 以前很多人呢 会批评川普就是个商人嘛 怎么可能 商人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都政治素人嘛 那跟柯P一样 可是事实证明呢 川普用从商经商的角度呢 去管理政治 竟然也把他们美国的经济呢 重新的再次的真的快变成再次伟大了 所以呢 这两者之间呢 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思考或讨论的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 那最后呢 是我想要分享 你证件呢 你在证件当然是呢 要去解决市民的问题嘛 选民的问题 那呢 那证件在行销上呢 我认为有三个层次 一般提出来证件呢 好不好行销 关键就在这三种 就是你提出来最low的证件 就是你否定过去的证件 例如说 呃 蔡英文总统她说 转型正义 或促转会 那 那基本上 他们就是把过去国民党 然后什么不当当场 就是 就否定过去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要修正过去的东西 这是我认为 最低层次的 的证件 那呢 更好一点的证件 叫改变现状 就像 韩国瑜先生他讲的 民心思辨 那这一场选举基本上 就只是 他总归就一句话 是不是高雄人民 想不想要改变现状 想就选我 不想就选陈希曼 就这样 可是呢 我还有一个更绝佳的例子 在几年前啊 有一个总统 他只用了两个字 就选上美国总统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当年欧巴马选举的时候 他的口号 就只有一个英文单字叫 Change 哈哈哈哈 他都记得他讲的一句话 Change 哦 讲得超级有power的 然后结果呢 他当选的时候 大家把他当成神啊 我们要改变啊 因为那时候美国太惨了啊 需要一个救世主啊 然后 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啊 他一定能够 结果他当选的那一天 我看电视 好多人落泪 好多人哭泣 然后一大堆欧巴马 的周边商品 但是呢 欧巴马有把美国变得更好吗 实际上没有 反而 有改变啦 但是变糟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 真的是很惨 所以呢 能够去 把你的证件 你提出来十大证件 或几大证件都一样 最重要的是呢 你提出来的证件 你当选之后 你一定要去执行 这个是选民呢 去看待这个总统 到底认不认真 还是不是在 骗我们选票的关键 是不是在开拔拉票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川普很聪明的地方就是呢 他选前的竞选承诺 他真的选后 一一都把它做到 这一点真的让人家很佩服 因为过去的政治的习惯是呢 你选前讲一套 选后做一套 像欧巴马 我们那时候呢 就看一部影片 叫欧巴马的真相啊 他把欧巴马 所有过去在选前的承诺 几十个承诺哦 然后在选后 他所有做的 一切一一对比 那几乎没有一个承诺是他做到的 所以呢 让人家觉得欧巴马这人真的是很王八蛋 选前讲一套选后讲另外一套 他超会讲 所以他有超多的理由说 为什么呢 我现在不要去遵守我以前的承诺 但是川普呢 就很简单 我说到就是想办法做到 就这样子 所以呢 改变现状 这个是非常非常更高级的 那当然最厉害的呢 是迈向未来 谁不希望在未来 新盛繁荣 经济良好 大家要赚大钱 所有的证件 只要是扯到未来怎样 那就非常好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韩国瑜的十大证件里面 有不少都是为了未来 未来而准备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证件呢 是一味的在否定过去 在修补过去 那你只能呢 拉一些跟你同样层次的人 来支持你 那通常老人家会比较支持你 为什么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缅怀过去的 都希望改变过去 那但是呢 我们年轻人跟 未来的主人翁呢 是比较着重在改变现状 还有迎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那我觉得韩国瑜先生 他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证件呢 就是绝大部分都是用来改变现状 跟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而努力 那好 最后呢 不知道你认同韩国瑜先生的十大证件吗 然后你有什么看法呢 对我们今天影片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呢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